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珍惜每段缘分 每个相遇 每一天 人生有加法 也有减法 如果你的人生有加法 加入你的品格 力量 加入你的财富 加入你的慈悲 加上关爱别人 减去你生命当中多余的物质 减去你贪心的欲望 减轻你心灵的负担 减去烦恼忧愁 安排人生 进取退舍 加法就是成长 减法就是成熟 所以在人生路上 要用加法 也要用减法 减去烦恼 能够得到更多的加法 用人生智慧 加上你的人间的经验 你一定会进步很快 你一定会一步一步迈向佛的阶梯 大家想一想在天上有没有果味 有上等上品 上等中品 上等下品 对不对啊 有中等上品 中等中品 中等下品 还有下等上品 下等中品 下等下品 所以像你们坐在下面这么多的佛友 根据你们现在的修为 就是拼命地挤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说是挤上去的 不是修上去的 说不定师父还托你们一把 就是上去了之后 你们也是下等下品 所以你在人间就要把自己修到中品 上等上品 在人间就要别人说 哎哟 这个人真是菩萨呀 哎哟 这个人真像佛一样的良心啊 哎哟 这个人真的慈悲呀 你按照你的品位 等你超脱六道 菩萨就直接把你接到上等上品了